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何欣泰 不仁大学日文系的何欣泰 今天要讲解的是确论GPT跟日语学习的第五讲 GPTS 是的,这两天我花了一点时间做了一个GPTS 就是一个小模型 那主要是提供同学在于做翻译的时候 还有日语文章修正 其实其他的语言也可以 的时候可以套用进去 我试了几下,应该还算OK可以使用 那这里的翻译其实基本上只是中文跟日文的呼吁 当然其他的语言也可以 但是要加一些指令 等一下会跟同学做说明 还有文章修正 会劝同学先用日文写一下自己的文章 然后再请GPTS做修改 然后要修改的一些技巧啊 我已经写在就是GPTS里面去了 写在这个城市里面去了 那同学直接套用就可以 等一下我们会做一点说明哦 好久不见了 那今天是2024年1月6号 如果是新一年的话先跟大家拜个晚年哦 祝各位同学能够好梦天天 事事远远 好我们往下看哦 那这个就略过去了 版权所有 好我们先看一下叙述 啊刚刚那个名称我忘了说 因为名称它不可以给我太长的字员 所以我直接就写老师 那个的都已经省略掉了 啊没关系哦 那已经跳过去就跳过去了 好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GPTS啊是中日文呼译 也就是说 这个我已经设定好了哦 同学只要输入日文的文章 就可以直接翻译成中文哦 反之一同也就是说 你输入中文的文章 然后直接就可以翻译成日文哦 这里指的中文是繁体中文哦 那如果要其从事其他的外语翻译也可以哦 那请先指派出译出语语跟语入语 也就是说 例如我们要从中文翻译成英文 那请先输入tranese 然后逗典哦 English 用英文就可以了哦 然后小写也无所谓啦 然后接下来它会有一些回应哦 你就会把那个文章丢进去 它就会翻译出来了哦 其他语言其实都可以 就是GPT4 它可以支援的都可以哦 然后另外还有文章修正 第二个功能除了翻译以外 我们要给同学提供同学服务的就是修正文章哦 你用日文写的作文呢 写的文章呢 它可以把你修正为更正确更好的 然后更贴近自然日文的这样的文章哦 那输入的指令就是一出语跟一入语都不一样就可以了 就Germanese and Japanese啊 其他语言都不一样哦 那我就不再追 等一下我们会实际的操作给同学看一下 好到目前为止 我关于GPT的论文还有学会发表稍微的介绍一下 在今年5月31号其实已经有学会发表过了 那主要讲是日语教育学习 然后终点是在翻译这一边哦 我有举例说明了一些哦 然后论文呢 其实是有一篇哦 探讨GPT4在日语翻译还有日文写作的问题点哦 这是会出版 应该是要出版的了 在我们福人大学外语学报第21期哦 21啊 它本来预定是今年7月1号就得印出来了哦 其实我投稿是在今年 不是今年 是去年哦 2023年哦 那我投稿是在2023年的3月30号 GPT4其实是3月14号我们台湾这晚一天是15哦 所以大概两个星期就写了一篇论文然后也投稿 也审核动过了然后它应该要印出来了 其实交稿都交完了 可是到2024年今天是1月6号好像还没有印出来哦 这不知道哪边出了问题哦 其实很早就写好了我快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哦 两个星期啊 3月30号就投稿了耶 就已经结稿投出去了 好然后呢 接下来在接下来的几天哦 1月10号我还会再发表一篇那个学会发表 还有一个学会发表 然后主要是讲那个它的语音功能哦 就是GPT4的语音功能 它开放给所有的免费的GPT3.5的版本 却GPT3.5的版本也可以用哦 然后日语绘画其实我们可以应用在上面 当然GPT4的功能会更好 那在那一天我会稍微的介绍一下 在这样的学会发表 好那我们实际看例子吧 然后这一个GPT的连结呢 我放在这边等一下再说明我也会把连结加上去 如果我没忘掉的话不好意思 然后同学直接套用就可以了 好那套用进去的话它会出来是这样子 我们的标题我们刚刚讲过是像何老师的那个没办法 因为加进去它好像就是标题太长不可以哦 所以我把得给省略了 的外语翻语啦 然后还有文章修正哦 然后加上一个英文 然后简单的做法 好这边有稍微叙述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给同学举例说明 其实在这边直接输入文章 它就是中文日文护语了哦 好我们往下看 好比如说今天的阿塞仙本的龙歇兹 它的社论 然后前面的两段哦 我把它稍微再录一下 现在阿塞仙本的龙歇兹 还是免费可以上网去观看哦 那会建议同学有空没空就上去看一下吧 还是免费的哦 上面的日文都还蛮不错 然后内容也都还蛮精辟的哦 好它讲了这些事情哦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丢进去就是请让它翻译了哦 因为直接日文丢进去的话 它就会给我们翻译成中文 对然后它就翻译成中文哦 其实都还算OK了啦 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然后这里我在GPT-10 我自己的这个GPT-10 我设定哦 然后这样它稍微说明一下 它翻译有用了哪一些技巧啦 或者是比较好的地方啊 提供同学在学习日文的时候做参考 那专有名词我有特别的指定 它一定要尽量的把它弄正确 不然你就上网去搜寻哦 然后尽量把它给翻译成正确的 各个语言里面的专有名词哦 还有整体的流畅性啦 还有这是翻译的亮点 这是我指定它一定要做的 然后最后做的说明哦 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哦 然后因为要翻译成中文 所以它这里就用中文做的说明 有时候会用日文哦 或不同的语言哦 那一般应该是没有问题哦 好那今天这是网络上 在台湾的网络上的一篇中文报导 那比如说我们把中文输入进去 它就会直接翻译成日文哦 这关于东京与田击场 那一个插状事故哦 然后一样 这边它就翻译成日文 其实应该都没有问题哦 都在水准以上哦 是可以参考的 然后这一次啊 那后面的说明部分 我有请它再说咯 因为这边是我们输入的是中文 它出来就是中文 就一出语是中文的话 它就会用中文说明哦 虽然有时候会不太听话 那日本东京与田机场 翻译成东京与田空港 对啦 日文是叫空港 然后等等的哦 那这个它有保持了原文的客观性 跟准确性哦 等等啊 这是请它在做的哦 好这边我都已经设定好 所以同学只要套用模式就可以了哦 然后呢 如果就是请它日文再修改了 比如说刚刚的日文啊 它翻译成日文 然后请它再把日文再修改一下 就9分钟 9分钟 等一下的那个文章修正 我们还会再举例说明 然后这里就是它在做的一些修改哦 只是先做一下 然后这里它就用日文来说明哦 那这边也OK了 我们就先这样子哦 好 那如果要翻译成英文呢 可以哦 就全例子啊 从中文翻译成英文 拿出来就是英文哦 这应该 其他语言都没有问题哦 就两个语言 这样的一个翻译哦 基本上 GPT Force 它支援的语言 它应该都可以翻译哦 因为背景还是GPT Force在运作 好 那如果我们要请它日文改日文啊 其实就改修改我们的日文文章啊 好 那一样哦 指令的话这里我们就稍微注意一下 就Germanese跟Germanese 两个这样子就好了哦 好 然后它就会有一些回应啊 就original跟target的语言啊 都是一样的话 那就是不过你要修改 没有错哦 然后我故意弄了一些 随便乱写的很糟糕的日文哦 文法不对哦 日本語が不是あります 要讲話せません 台湾から 这也是错误的日文哦 台湾修新です哦 一般的日本人应该在这样的意思 或这样子来说的啦 就日语在这样的意思 应该是这种表现 然后这边都错误非常多哦 包括第一名人称代名词 第一个是用BOKU 然后就变得OLE了哦 它根本没有统一哦 是不行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修正哦 好 往下看 好 那它先指出来 我就是输入进去 你回车return就好了哦 它先跟我们讲 你文法的错误 我故意的了 然后它改成更流畅自然的日文哦 然后修正前 它大概给我们提示一下 有时候可能没有 然后修正后 然后就变这样哦 得意ではありません OK 台湾修新です 日本国人学的理由是 日本人学的理由是 这好像不是很好的东西啊 好 等等的啦 然后呢 它最后做一点说明 再提供 这也是我设定好的哦 那提供给同学 在学习日文的时候的一些参考 就好像那次修改 作文课修改同学的日文文章一样哦 没事 我的语音助理在回应 俗语的一贯性啦 然后表示 那不自然的表现 它会帮我们修正哦 等等的 都包括第一人称代名词哦 好 这里我就不再啰嗦了